NEO聊四季 天眼東跟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要來看哥德人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也是競技場的大師第七件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由Viper對上ACCN 這一次的比賽也進入到了16強 沒有意外的話 Viper應該也是會進軍到冠軍賽 個人的私心認為應該是會的 好 那我們先來講解文明 Viper選擇哥德人 在競技場來說 哥德人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而且失敗率極高 因為本身哥德人的文明打法是走一個步兵路線 那步兵路線通常要打贏對手的話 就是哥德的話只能打工兵國的勝率會比較高一點 不管是打騎兵國或步兵國 勝率都是有點五五開 甚至四六開的感覺 由於哥德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他只能靠刺警 然後再加上這些步兵的成本的減免 去做一個打出優勢的方法 所以哥德人在前中後期 都沒有一個太大的優勢在的感覺 那到了帝後之後呢 才有可能用自己的強大精氣 然後用這個步兵砍 淹死對手 這是哥德比較常見的手法 好 那在競技場章圖來說 哥德人能力並沒有太大的效果 這個前期吃野豬跟鹿 其實跟阿拉伯一樣 就是可以吃的久一點而已 然後裝載量多一些 當然野生動物數量沒有變多的話 就對哥德人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好消息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瑪雅 那瑪雅的話他的一個打法 在競技場來說的話算是中規中矩 不會太弱也不會太強 主要是因為他有這個支援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支援的這個持久度的一個效果 好 增加15% 這個金礦阿 這樣有5600 那他可以增加15%的採集量 就可能說這個5600 實際上可以挖到6000多黃金 所以瑪雅人到了後期 黃金跟石頭量 這些支援其實是會比對手更多一點點 那這些鹿肉啊豬肉也是可以吃更久一點 所以在前期來說 瑪雅就一定的加成 那到了中後期 這個黃金跟石頭也是可以用久一點 可以慢慢讓他打出一些他應有的這個經濟優勢 那瑪雅人呢 除之外有這個工兵消耗減免 這個造價成本減免 以前的這個瑪雅與尖射手是非常便宜的 那現在改版越改越貴了 所以出這個他的寶兵 這個瑪雅與射手 就覺得好像沒有那麼的有優勢了 那我個人認為瑪雅人 會比較適合打這個老鷹 然後跟這個劍兵勇士 還有這個戰毛兵 配一些強奴或瑪雅與射手 甚至再搭配一些工程器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如果要打工程器的話 也要看對手有沒有火炮 通常有火炮的話 你工程器就很難出了 那這樣對決來說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看好viper 現在哥德打瑪雅 因為我們剛剛開頭有講到 哥德是比較好針對工兵文明的 所以瑪雅人在這場比賽來說 趕快按出自己的劍兵勇士 然後少量的羽毛劍射手 在後面做一個反制 甚至不要出瑪雅與射手 直接點下銀罐 讓這個戰毛有這個散彈效果 直接出戰毛配劍兵勇士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再搭配自己的大衝車 去吸引對手的步兵去解衝車 然後在後方繼續輸出 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循環 好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競技場大師賽的話 其實打的也算是 我覺得算蠻經常比賽啦 其次精彩的 得比賽就是競技場大師賽 但沒想到最近有個邀請賽殺了出來 這個邀請賽居然還有黑拉跟Ryper 世界頂尖高手們都有打 然後這個獎金非常少 卻打的比沙漠之王跟競技場比賽還要精彩 所以我現在心目中的第一名比賽 是那個邀請賽 再來就是沙漠王 沙漠之王 再來就是競技場 畢竟競技場大師賽 總共打的都是競技場 所以看久好像就沒那麼精彩 但是有些打法戰術還是蠻特別 比競技場這樣地圖 在不管是以前到現在 都是第二門熱民的突兀 那第一名熱門的是阿拉伯 再來就是競技場 再來就是游牧跟黑森林 那黑森林可能是第三名吧 黑森林感覺也是蠻多人在玩的 但黑森林的話單挑就不太有趣了 但是團戰來說黑森林就很熱門 游牧也是 游牧跟黑森林都是比較偏團戰有趣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兩邊都升到了城堡時代 兩邊城堡時代的時間是差不多 大概差了20秒 那瑪雅這邊呢 待會有可能會直接先開個3TC 開農 甚至是直接出老鷹喔 再出了 就直接出老鷹 然後下個TC 然後修道院 雙TC 單修道院 的一個做法 那瑪雅在競技場這樣圖 有個小小優勢 就是他不需要蓋馬舊 這個木頭可以省下來一些些 讓他可以高速開一下大學 或是3TC 然後修道院 直接開農跟減聖物 那瑪雅的 生旅 有個注意一點 是沒有救贖思想 這一點是需要注意的 之前播報有錯誤 不小心把瑪雅講成有了 因為我一直記得 南美中文明都有 可能之後有改掉之類的吧 我記得以前版本好像有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瑪雅這邊是按了幾隻槍兵喔 沒有繼續按這個老鷹 大家可能覺得 按老鷹有可能會被青旗兵給打爆吧 因為青旗兵的傷害是蠻高的 但其實我覺得 這個 瑪雅這邊 ACC喔 可以直接全出老鷹 也不是太大問題 畢竟前期的黃金 只會拿來按修道院的生旅 跟這個老鷹而已 對啊他老鷹可以繼續按 其實沒關係 因為攻擊1都是7攻的情況下 老鷹 雖然還是會跑出青旗兵 但至少 交有主動性喔 抓對方的單位 也比較好抓一點 好 這個白婆這邊是生下了青旗兵的升級 那自己是開下了雙TC 兩個TC 然後按下了自己的修道院 這個是比較標準性的打法 所以這個契武聖物打法 是真的很不常見 而且是很特定的人士 跟玩法跟思路才可以玩的 大部分的選手跟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我 這種雙TC 單修道院的一個做法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同時不會失去 暴經濟的可能性 然後又搶聖物的機會 那也可以給對手極大的壓力喔 因為你只要不搶聖物的話 對手又可以雙雙撿 那你不撿聖物的話 你又會到後期很難受 欸這個活得下來嗎 噢聲音滴 6滴6滴 好再戳個一下就死了 所以聖物多多少少還是要撿一點 你只要撿到一兩顆 你到中後期競技場的一個 壓力就會小一點點 畢竟被人家拿到5聖物的話 你要面對的是 就是永遠打不完的黃金兵喔 你可能打到後面沒有黃金之後 很有可能就會被控金啊 或者是直接被打出優勢 都很有可能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個馬舊打法 撿聖物還是比較偏主流 比較推薦的一個做法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青奇兵這邊再收掉了一次 OK 青奇兵打聖女還是非常快速 這邊老鷹也是在巡邏 看Miper有沒有偷撿聖物 但事實上Miper完全沒有出門 他兩隻了 老頭都在這裡 但這邊又拉了一些青奇兵出來 殘血的回去補 然後滿血的再出去繼續打 有機會就去打對方老鷹 順便扣了一點血量 有槍斌的話就退 這個思路非常好 Miper都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那現在Miper該做的事情 就是開下第三個TC 繼續農 然後這個肉馬也是稍微慢慢出就好了 那瑪雅這邊是3TC 早早就開出來 而且有挖石頭 那這邊挖石頭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他挖石頭的話很有可能 待會是直接撿完聖物之後 馬上要來插爆Miper這裡 這一塊資源點或是 直接插這個位置 但有點太硬要了 很插這邊就差不多了 那之前我們的競技場大X賽 有一個選手也是用了這個打法 好這邊青奇兵再次砍掉老頭 雖然喪失掉自己 但是又換到100金非常的賺 那這個做法的好處就是你挖石頭 城堡插這個位置 射掉城門之後 再把這個修道運射爆 再減掉對方的生物 直接幹對方生物的一個打法 非常的狠 好那兩邊的刺猴跟 青奇兵數量開始拉出差距了 然後你的數量來到6隻 這邊動物按下了神聖思想 既神聖思想出了2到3隻的生旅之後 就該按下去會比較好一點 比較能有這個存活機率 讓你的兵可以即時把對方的青奇兵給解決掉 好甚至招翔對手的時候 也比較有這個提高成功率的機會 因為血量多嘛 坦得越久 就不太容易死 不容易死 這個招翔機率就會提升一些些 好 那目前看起來哥德仁 MIPER這邊打法也是要點下了 好 三隻生旅有沒有 相當標準 MIPER的打法都是很標準化 這個在某些專業俗語來說 叫做那許金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許金肯就是 雙方都是在一個最標準化 最好解的一個情況下 打出最好選擇的時候 就是三到三隻生旅的時候 卻點下這個神聖思想 三到四隻左右 那白婆德都是一直有遵守這種那許金肯的 其實四帝帝國也是有那許金肯 只是可能大部分觀眾不知道吧 所以有時候會聽不太懂我在講什麼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就是很複雜 要講得很詳細的話 可能會很難懂 所以我會講得比較直白一點 有些觀眾就覺得 怎麼講得那麼簡單之類的 或是講得沒有很詳細啊 其實就是為了要讓大家 能更的理解這個遊戲 所以會講得比較簡單一點點 好 那瑪雅這邊呢 是決定要先下手推車 那手推車這邊 下的時間是66吋 其實還算可以 因為通常這個時間點 你下這個生旅刀了 好 前期變得進去了 這個時間點一下輪走技術的話 馬上就可以再下手推車 而且大概在70吋至80吋時候 點這個手推車是最好的 好 可以讓這個經濟最大化 這也算是納許均衡的一種細節 好 這邊手推車 要補嗎 這邊先騎兵直接上去 硬砍老頭可能不保了 這邊老鷹打老頭 可是會有額外傷害 但先騎兵傷害打長槍 打這些老鷹傷也是非常高 這面交戰來說是由 MBL 不是MBL 這個MIPER MIPER拿下了 競技場的內中間的 搶生物大戰的勝率 那這邊已經損失了所有自己的老頭 槍斃也損失掉 剩下老鷹剛產出來的 這邊 你看MIPER這邊很標準的 69吋 還沒到70吋就點手推車了 但是AC線這邊還沒有點 這個就是值得講的一個細節 這個關於NASH金肯 我們有機會再來細講 這個有點太複雜 好 那麼看起來 VIPER拿到的生物數量 是有 4個聖物 4打1 你看這個AC線壓力多大 1個聖物 對上4個聖物 這個聖物戰力打錯 競技場壓力就非常大 所以AC線一定要去對方那邊蓋城堡 給對方壓力 甚至我說的這個方法 直接把這個城堡蓋這裡 射爆城門 然後去裡面幹他修道院的東西 那城堡一蓋好 很方便喔 可以按兩隻自爆兵 直接自爆到城門 然後這個城堡一直射修道院 那如果你是防守方的話 你看到你的城堡 看到對方城堡在射修道院的話 你就要趕快把聖物往後搬了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應對方式 但是AC線並沒有把 城堡放在這邊 而是放在正面的偏梯C位 好 那這邊千奇兵想要去阻止對方蓋城堡 但是快要送光 AC線這邊按著槍兵有點多 七隻槍兵 這邊老頭也是直接遭到了一隻鷹刺猴 但是可能要送光了嗎 沒有 好 這邊城堡還是可以蓋起來 但還好 這邊射程是不會適到挖石礦的村民了 PC也會保得住 待會Viper這邊上帝龍時代 城堡可以考慮蓋這個位置 甚至這個位置好像都可以 好 這邊直接滴掉 採礦地 避免會被射 好 那Viper是點下了護衛技術 就是靈甲 那這樣的比賽我也是沒有看的 所以我是 現在的比賽我都不太想要看 因為我覺得我一看的話 在播報來說的時候就會有點 沒辦法去預測對手在幹嘛 就知道他們在幹嘛 然後就覺得有點 有點假猩猩嗎 或是 就覺得播報起來沒那麼刺激感 就是一種熱情吧 其實做頻道做了一年喔 這個寶石熱情很重要 但我覺得 其實 就算沒有看比賽 這個熱情要保住也是蠻困難的 那我能做的事情就是 盡可能不去看比賽 然後 以第四角跟第四 看比賽的心情來播這個比賽 我會比較有動力一點 好 那瑪雅射手也出來了喔 那現在目前瑪雅這個配兵組合 只要出哥德偉隊 就可以很輕鬆解掉 好 城堡這邊直接連環寶 這個連環寶 蓋的不錯 稍微解釋一下什麼是連環寶 連環寶就是在上一個城堡的射程之內 在劍引洞城堡 那如果是蓋劍塔的話就是連環塔 那這個有什麼用處呢 就是城堡後方 如果有近戰單位 衝車啊 或者是劍兵勇士 在砍你的城堡 你後面的城堡就會支援你 被砍那個城堡 進而一個到做 可以變成一個連環的動作 當然連環寶有缺點喔 就是他的推進速度太慢 你要一個一個慢慢插進去 其實能傷到對方的東西並不多 但優勢點就是雙巨頭出來的時候 巨頭開始量產對丟的情況下 這個保護能力非常好 好 哥德這邊是先點了無政府狀態 那這個無政府狀態呢 就是之前我們的影片有講到 是哥德的關鍵技術 你只要點下了無政府狀態呢 就可以在巨英產出哥德衛隊 那哥德衛隊 確實是現在BIPER最好的選擇 畢竟對方瑪雅還沒有開始產劍兵勇士 沒有劍兵勇士的話 那老鷹跟哥德衛隊互打 基本上是六四開 哥德衛隊更划算一點 因為成本招架低 而且遠方又高 生存能力又比老鷹更好一些 但是確定是他最不太大老鷹 哥德衛隊 所以老鷹的一個優勢就是有機動性而已 拍拍這邊又撈幾隻兵 到去外面給對手壓力 兩巨頭趕快架起來開始輸出吧 那這邊金瑞英勇士也升級練甲 ACCN這樣打就有點 算是 自取滅亡 不太確定耶 因為他出老鷹的話 BIPER這邊可以按化選然後點火槍 不管怎麼說 他現在這邊出火槍或是劍兵勇士 其實都不太好打 那但是如果哥德人BIPER這邊出火槍的話 羽毛劍射手就會反制 甚至出戰毛兵也可能好打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 瑪雅這邊要投資更多劍兵勇士的資源 上去趕快比較好一點 你看這邊老鷹直接被打爆 哥德衛隊砍老鷹很痛啊 直接屌砍一堆老鷹屍體 少量的哥德衛隊就可以砍成這樣子 而且三攻還沒有好 待會三攻再好 這些哥德衛隊傷害力就更強了一些 好這邊BIPER的城堡已經倒掉了 那羽毛劍射手雖然打不贏哥德衛隊 但是他可以起到一個嚇阻作用 嚇阻對方火槍兵啊 或是僧侶之類的 甚至數量一堆一起 大概20至30隻 在後方輸出 儘管怎麼打都是ED 還是可以靠正面 補足一些傷害 但是最終打到後面 瑪雅射手還是要靠這個走位 一直做一個拉打動作 才可以打出優勢 對上哥德衛隊的效果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這個要出了10到20隻左右 還是有一定的殺傷力 好那這邊瑪雅人點下了黃金國 老鷹血量可以來到100滴血 那經歷來到100滴血的話 還是打不贏哥德衛隊的 所以我覺得ACCN這邊出老鷹 是個不太好的選擇 好BIPER這邊直接 哥德衛隊直接硬砍了上去 無視雙城堡的威力 這就是哥德衛隊 扛箭矢的能力 城堡射 哥德衛隊還是有點癢 好 好 你看這邊老鷹直接被砍爆 羽毛 馬拉羽毛劍射手 也是被砍個幾下就殘血了 這就是哥德最強大的地方 大家進一場為什麼哥德不那麼強 只是因為很容易被針對 很容易對馬國或是步兵國 火槍射爛之類的 但哥德人我覺得是因人而異 像BIPER對這個遊戲非常理解的人 就很知道這裡該做什麼 哪時候該爆哥德武隊 哪時候該爆火槍啊 劍兵有事 他其實是知道是很清楚的 好 那這邊老鷹稍微反打回去 因為這邊有血量優勢 再加上這邊是出B點 比較好可以第一時間 做出傷害 好 但是這邊把村民直接拉走 這個黃金沒有辦法繼續挖的話 ACCM可能會斷金喔 他裡面的金塊會挖完了 而且這邊居然有少量哥德 不過這邊在裡面偷砍村民 怎麼會這麼多屍體啊 然後上面這邊黃金我要拿下來 這塊黃金可能會不保 好 ACCM有點頭鐵喔 繼續出這個老鷹 哇 這個我覺得沒救了耶 如果瑪雅持續打哥德衛隊的話 瑪雅持續打這個老鷹的話 基本上是沒希望的 好 哥德爾 三攻也好了 十六攻傷害 非常的痛啊 三刀 應該現在只要五六刀就可以砍死這個 英勇士了吧 唉唷這個門口差點又打開門 好這邊趕快修 趕快修足城牆 左牆也點好了 血量3000滴血 這邊瑪雅在憋三攻 希望三攻好了可以反擊回去 那為什麼瑪雅這邊不點劍兵勇士呢 是害怕對方的這個 火槍喔 因為哥德爾是有火槍的 但是 我覺得還是得出啊 劍兵勇士 是他唯一解 不然就是要出 我們說的工程器喔 但是哥德爾有火炮 所以他不能出工程器 這就是一個非常的 怎麼說呢 制衡效果吧 好 哥德爾衛隊想從上方進去 ACCN有看到嗎 上方的石牆能蓋得起來嗎 右邊還有一個洞 有沒有趕快去拉一下村民 但他沒有發現這個洞沒有蓋好 即時進去的Viper 先砍掉這隻村民兩刀死一村 哇 ACCN看到這邊 BBQ了 好 三攻補下去 終於有三攻了 但老英的體質 終於是比不上哥德爾衛隊了 老英是13攻 攻擊力13 但是哥德爾衛隊是16攻 差了3攻 血量來說 哥德爾衛隊也沒有太差 有70滴血 老英有100滴 好這邊直接做個護撞 兩邊老英的護撞 結果是會由哥德爾衛隊拿下來 還是老英呢 老英這邊現在有血量優勢 但哥德爾衛隊傷害非常高 兩邊近戰的防禦都沒有很高 但是最後是由老英拿下了勝利 哇 ACCN居然打贏了 但這個打贏有點虧阿 老英是價格比較貴阿 哥德爾衛隊很便宜阿 而且這邊已經被入侵了 進來非常快速 為什麼這裡可以入侵呢 這裡上面軍隊有洞 VIPER這邊蹭洞鑽了進去 真的是有洞就是100分阿 VIPER直接獲得了100分 很舒服的 好 VIPER應該沒有什麼 懸念啦 應該是拿得下這場比賽 ACCN非常絕望 黃金開始要斷了 黃金剩下一點點了 這塊黃金拿不下來 但還好這塊黃金一直有在偷阿 挺舒服的 但是這邊 老英開始抓到VIPER的 村民 然後哥德爾衛隊再次集結了過來 這就是 哥德爾最可怕的地方 當你打完一坨哥德爾衛隊的時候 第二坨又上來了 哈哈哈哈 哇 VIPER這個 太狠了 太狠了 好 ACCN這邊 打出了 GG 哇 非常漂亮的 哥德爾衛隊的一個海量戰術 在競技場來說 他的優勢 是這個多死人口 哥德爾衛隊這個多死人口的優勢非常大 不管是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 都可以給到哥德爾一個強大的一個buff 那我覺得如果哥德爾要給他3級防護的話 這個 上線死人口可能就不能再給他了 這個可能需要大家會自衡一下 但我覺得 給3防護衛隊太強 不然哥德爾衛隊坦得要命 真的是很難解 哇 那我覺得ACCN這邊打的一個戰術選擇 應該是要打劍兵勇士喔 配戰毛兵 三戰戰毛銀貫 然後老英的部分就少量出就好了 不要出太多 那老英為什麼要出呢 是為了要抓對方火炮 跟一些工程器械 像巨頭啊之類的 會比較好一點點 如果他這樣繼續打下去的話 黃金消耗量太大 老英真的太貴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邊資源的經濟是由Biper拿到食物跟肉 食物跟木頭 那黃金的話是稍微輸了一點點 但是有四次生物喔 就算打到後期也沒問題 那Biper這邊只蓋了一棟城堡 這個城堡蓋完之後 按下無政府狀態 雖然城堡掉了 就沒繼續挖石頭 全部暴產黃金跟食物跟肉 食物跟這個木頭全部一直暴產 所以這個資源量非常誇張 想要爆出更多的部隊喔 是沒有他們太大問題的 好這棟城堡也是直接蓋在前線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系列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